哈囉大家好,我是Ian 歡迎回到後面,禁滴3 由於前陣子我去旅行 所以影片很晚才出來 在這邊跟各位說聲抱歉就等啦 我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如何更快速的升等 更快速、更簡單 還順便包裝 事不宜遲,我們走 第一步的話我就省略 因為跟上一步的作法是一樣的 如果沒看過算互留的玩家 也會把連結貼在下方 你們可以去那邊參考 很簡單的 好,再來就是 檢查遊戲暫停之後有沒有出現這個 有可用遊戲跟新的選項 然後選佛 通常只要出現這個bug就算成功 再來就是要到群組模式這邊 確定的模式是合作競爭 這個是要在開始遊戲之前就設定的 在這邊就是做個最後的確定 合作模式它是以個人等級去分怪物等級的 假如你朋友50等,你1等 那50等的玩家是遇到50級的怪 而你1等遇到的怪就是1等的 經驗值會以1等的怪去算 而合作競爭就是以房主為主 房主50等,怪就是50等 你吸到的經驗值就是以50級的怪下去算 所以我們這邊要選擇合作競爭 好,確認完之後就可以加要有充等的玩家進來囉 好,我這邊開一隻新角色 然後我再帶一隻我老八子的角色 剛陪他過完第一輪 他要我順便帶他衝的 走啦 啊,因為太久沒打了 各種屎啦 那這邊我就直接跳過 好,終於打完了 我們這次要去1.6的貪婪蒼熊 到了之後我們就去找這個傳說狩獵 去打猴子 先讓大家看看現在他們的等級 一個24等,一個39等 好,然後你只需要用兵屬性的傷害去打他們 各種槍啊,手雷啊都沒差 他們的特性就是受到兵屬傷害時會分裂 就會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 刷到眉子彈位,或是滿更好 你看,大約是6分鐘 我那次從24到38 我老爸那次從39到37 所以這裡,是可以很快的 不用跑來跑去,然後暴動率又高 只是因為打到眉子彈 不然槍也沒多一點 一定兩個都是很好身嘛 好的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還有什麼想問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如果我影片的朋友們 也請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次見